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成为了任天堂近年来最叫好叫做的游戏了 为了让更多的玩家能够享受游戏的内容 加入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的工作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毕竟在国内NS还是非常有市场的 估计在这个消息宣布时 隔壁索尼家的一丁看都被震惊了吧 如果有人说NS没有中文游戏的时候 你不妨可以把这列表收给他看 中文游戏越来越多 那么中文系统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呢 全面屏已经成为了如今手机市场的主旋律 不仅是旗舰 哪怕是终端甚至是千元机 都出现了全面屏产品 9月份即将过去 相传在即将到来的10月里 刚得到狗哥资助的XTC 也会推出XTC U11的升级版 从公布的消息来看 XTC U11 Plus的全面屏 采用的是类似三星的S8设计 长粉们接下来就要祈祷一下 它的定价不要太高吧 当然华为Mate 10系列绝对是10月份的主菜 全面屏的设计 莱卡双摄以及国产引以为傲的70970 这都是花粉们非常期待的 华为表示Mate 10是绝对有实力 干掉iPhone 8的 这时候呢 估计花粉们又要沸腾了 此外Nubia也表示 将在10月中旬发布全面屏2.1星期间 让我们事物以待吧 最后的黑科技环节 我们将带来来自俄罗斯的新发明 载人飞行器 从宣传视频来看 飞行员只需要依靠控制感 即可驾驭飞行器随心飞行 感觉还是非常科幻的 该公司表示 不久之后将会适用同样的控制系统 从而制造飞行汽车 不过鉴于目前的飞行器 只能够承载一个人 同时续航与安全性 还是无法得到保障 所以我们在短期内 应该不会看到这款产品上市 期待的机友们 也只能够忘记止渴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周黑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对科技数码感兴趣 欢迎登陆3w.kkr89.com 来获取更加多的资讯 有任何的疑问或建议 不妨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本周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我是沙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